这是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许是中国节 还有城堅的项目 然后我们今天的现场的一些作品 有些是中国还有县的吉林 然后还有一些地狱特色的雪花文化 以及东北的人参 也都是用绳节来编出来的 主要就是用一绳一线来编织 来编织我们中国的特色 红红的中国节 红红的中国节 关于我们的国际文化 广告大陆是吉林的宾雪人 也欢迎大家到吉林去看学 掌雪玩雪 并且能够感受我们当时的飞翼 可以像我们一种十厘米的两圈 然后还有大美长白 长白山的人参 还有吉林的冰雪 然后又创新了一些奥运的元素在里边 这是马上新年刚刚过嘛 这个是扫旧迎新的一个小挂式 然后里面还编织了玉米 有吉字 吉代表着我们的吉林 这个是我们的长春市的试花 君子兰 这个是奥运五环 然后下面是用手工绳节编的一个雪花 有雪花的一个隔热垫 然后还有雪花的不同形态 因为雪每一片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编成不同的形态 今年是虎年 然后我们编的虎年金虎宋春 哇好漂亮啊 然后这个字也是手工绳出来的福字 因为咱们东北吉林是玉米的产量基地 所以我们把这个玉米设计成了文创 加了一个小花碎 它寓意着繁花似锦 丰收富足 我们采用的配色就是奥运五环的配色 你看到奥运五环的配色 红黄蓝绿黑 然后把它层叠叠加出来 这样更有重复感